大家好,按照惯例给大家带来双11的笔记本购买指南 本期视频无任何商业合作 我会先介绍各个笔记本品牌都有怎么样的特点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品牌有哪些值得购买的型号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今年由于大部分的时间受到虚拟货币的影响 显卡严重缺货,从而导致游戏本严重缺货 目前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不确定性还是很多 我也实在没有能力去预判 所以游戏本的售价可能依然起伏会非常大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开始按照品牌依次帮大家梳理 联想依然可以说是首选 首先产品力很好,尤其是小新和拯救者系列 另外ThinkBook也有很多不错的型号 售价上至少首发价是非常香的 那么它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 就是经常缺货加价导致它就没有那么香了 甚至有点坑了 另外需要注意联想的电脑名字都非常的接近 而且去年和今年经常用同样的名字 需要更加仔细的分辨才行 具体推荐的型号有Yoga 13s 做工不错,轻薄度也好,屏幕也好 缺点就是接口只有三个C口会造成一定的不变 小新Pro14,这个一直都是明星产品 英特尔版和AMD版的都挺好 最近刚刚升级到了2.8K 90Hz的屏幕 说牌了就是变成以前的Yoga 14s了 当然了,英特尔的CPU也常规升级到了11320H 集成显卡有所提升,从80EU升级到了96EU 这个系列感觉也不需要过多介绍了 除了没有HDMI接口算是个槽点之外 没有什么短板 不过由于联想的关注度太高 尤其是这种热门的型号 也是最容易缺货或者涨价的 i5版的首发价是5299元 R5版是4999元 供大家参考 如果贵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而ThinkBook 14P和小新Pro14锐龙版很像 准确的说是和之前的小新Pro14很像 2.2K的屏幕机器厚一些 但是弥补了接口少的劣势 小新Pro16也算是个比较典型的全能本产品了 产品力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当时这两个版本的首发价分别是5999和6499 不过后来真的是涨价有点严重了 现在的价格似乎也还是不能算低 我还是觉得如果涨价超过500元 就有点不太值得了 毕竟7000多元都可以买3060的游戏本了 性能还是挺重要的 毕竟它的便携性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这个取舍就显得有点没意思了 拯救者R9000X 这个机器说实话很香 轻薄度和小新Pro16其实差不多 但是性能释放可是和游戏本差不多的 所以它相比传统的游戏本轻薄很多 但性能下降又并不多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产品的 不过这个系列经常做虚空神机 最近好像情况有所好转 所以能在合理的价位买到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游戏本方面拯救者的R9000P外9000P等等 产品力没有什么多说的 甚至可以说是主流价位游戏本的天花板了 不过问题还是在于热度高 导致缺货涨价现象特别严重 甚至一度都超过1万了 那真的就很没意思了 最近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也还是要多留意价格 英特尔版的虽然表现要好于AMD的 但是贵了1000元还是稍微有点多 另外3050Ti的版本通常不太推荐 因为与3060的版本差价太小 花个89000买个3050Ti 屏幕都有一定的浪费 机身还厚重 实在是觉得有点亏 华硕的产品有好也有坑 区别比较大 笼统一点说的话 就是中低端的产品需要慎选 Ado系列是主打颜值的 性能比较保守 01的普通系列品质感不错 价格稍高但也还可以 但X的就相对高端一些 会贵不少 不过我觉得对于华硕的轻薄本 如果能够接受OLED屏幕的话 最值得推荐的是5位Pro14 性价比是很高的 它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 抛开屏幕来看 它虽然有点厚 但是无论是性能释放 还是散热表现都特别强 性价比也很高 5000出头 所以选不选它 主要看你能不能接受OLED屏了 优缺点都特别突出 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说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个型号推荐英特尔版的 因为有C口了 而且还是雷电4的 电池也大了 屏幕还支持了DC调光 游戏本方面还是主要看ROG魔霸系列和换系列 相对更合适一些 言下之意就是 我就不细说了 你懂的 不过其实吧 也没有绝对不能买的产品 只要肯降价 幻十四 屏幕规格很高 在这么小的尺寸下 塞进了很高的配置 性能释放也算是很可以了 不过这机器很奇怪 给了板载单通道的内存 不过你也可以理解为 加成32G内存更容易了 幻十六也一样是相比游戏本 比较轻薄的 造型上也比较好看 虽然实际上还是有点厚 厚的地方会到24毫米 它的性能释放还是不错的 屏幕规格也高 其实严格来说 ROG的换十四和换十六都算是全能本 它们都是配置很高 屏幕也好 性能释放也都不错 更关键的是 它们可都是ROG的 有信仰 所以肯定还是会存在一些溢价 就看大家的接受程度了 惠普的新包本 比较常见的战略六系列 体积比较大 性能保守 主打的是耐摔 还有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性价比也还可以 新系列也是比较主打颜值的 之前推过新13L 性能比较保守 但是很轻 高端点的NV系列 主要是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 总体来看 惠普的轻包本相对来说比较平庸 这个品牌比较明星的系列 其实目前也就是游戏本中的暗影精灵 今年是第七代 产品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外观从去年开始就比以前好看多了 性能散热也都挺好 但这个本子真的可以说是游戏本里最虚空的了 前一日真的是连大部分的媒体都拿不到 所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据说是惠普比较重视海外的市场 加上今年显卡的问题 导致中国基本没货 另外不推荐AMD CPU加AMD显卡的那个版本 相比英特尔加NV的还是差的有点多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也并没有低 戴尔曾经是大家都不推荐的一个品牌 总感觉配置不进步 价格还高 今年情况有所好转 从之前的几乎完全不推荐 到今年的有些型号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G15了 产品力没有问题 后续通过升级支持了独显直连 性能散热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也是大品牌 并且缺货现象相比联想和惠普也轻一些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游戏本售价起伏太大了 还是要多关心价格 而戴尔的轻薄本和全能本部分 今年也有一些是能买的 比如之前的灵月13 Pro就还可以 不过总体来看还是坑比较多 名字也还是很混乱 这里就暂时不推荐了 至于外星人也包括雷蛇 这俩都有不错的产品 但是价格太高了 我的视频还是主要以实用为主 因此主要选择万元以下的产品 这俩品牌就不具体说了 其实理论上 红基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很好 也确实能够算得上是一线品牌 但是在国内它真的很小众 而且对于各种市场需求的反应也有点慢 但红基在今年还真的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描述一下它的特点就是 产品力虽然不极致 但是也不错 胜在售价低 而且由于小众 产品相对比较容易买到 午后缀的非凡S3 四千出头 有EVO认证 机身比较轻 性能 屏幕 电池 接口都不错 内存还是4266的 好评 甚至硬盘 还是PCIe 4.0的 S3 Pro的屏幕素质升级 为3比2的2K屏 S3 Plus则是屏幕尺寸加大 当然了 机身也大了 有小键盘 散热和性能释放也更好了 在大屏笔记本里 也算是比较轻薄的 总的来说 非凡S3系列虽然价格低 品质感不会太好 但总的来说 都是低价且十分实用的产品 红极传奇X 给14寸机身塞进了3050的显卡 而且重量仅仅只有1.39千克 最重要的是 它很便宜 还比较好买 当然了 体积小 还轻薄 性能释放 肯定是要弱于性能本的 所以更适合那些 对显卡有一定的需求 但又不是特别高的小伙伴 比如说中低画质 玩玩3D游戏 又或者学习阶段的剪辑 或者3D建模 重度游戏玩家 肯定还是建议买游戏本了 而游戏本方面 暗影骑士琴和龙 英特尔版的叫琴 AMD版的叫龙 显卡有3050 3060可选 屏幕也有2K和1080P可选 我全方一起说了 除了外观之外 其实它们都有很大的硬伤 就是没有独显之连 并且功率还低 但价不住便宜 并且由于相对小众 即便是在各家游戏本 货源最紧张的时候 它也算是相对容易买到的了 但是要注意 如果它的价格涨了 或者是其他品牌 性能释放比较好的游戏本 降到了和它差不多的价格 那暗影骑士系列 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就不值得买了 微星今天整体的表现 应该说是挺平庸的 倒不是说产品不好 也不是说完全不值得买 更不是说买了它会被坑 而是它确实也没有什么价格优势 也没有什么特别热门的产品 就不想细说了 好像也不是今年 这品牌一直都这种感觉 不温不火的 而如果选二线品牌 我感觉机械革命 在近两年 算是很用心做产品的厂商了 有挺多不错的型号 比如说Z3R Pro 蛟龙系列 轻薄本的F1都挺好 这个牌子的配置都堆得很足 并且它非常重视轻薄 性能释放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性价比还很高 不过品质感会稍差一些 而且品供售后之类的 也还是不如一线品牌 具体推荐的型号有 机械革命 Z3R 这个本子的轻薄度非常好 性能释放也很好 虽然屏幕不是高刷新率的 但其实也和这个3050的显卡很配 并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格很便宜 11800H加3050只要5999元 你几乎无法在一线品牌上 看到这个价格 游戏本方面 有蛟龙5 Z3 Pro 这俩基本上一样 就是一个AMD版的 一个英特尔版的 机身轻薄 性能释放也高 品质感虽然稍差一些 但性价比还是很高 而如果你预算比较高 并且有高需求 比如说要买3070的产品 可以看一下蛟龙7 是17寸的 除了牌子劣势之外 配置性能释放 性价比等等各个方面 都没有什么问题 是很不错的选择 机械师雷神等 偶尔也会有一些好产品 特点也是很典型的 二线品牌的观感 重视性能 但品控做工什么的 相对差一些 我就不详细说了 排在机械革命后面吧 神州电脑 今天在消费市场上 几乎看不到影子 可能是因为 全都拿去挖矿了吧 而且今年这种情况 也没有办法详细的 去谈什么价格优势了 所以我目前就不推荐了 接下来再来说一些 传统的手机厂商 生产的笔记本 手机厂商统一的特点 就是比较重视工艺 让笔记本看起来 更有品质感 同时也比较重视 屏幕的规格 手机厂商的产品 本身比较少 很多还不能形成 完整的系列体系 所以我就只说 具体的型号了 华为的笔记本 一直以来主要的优势 就是支持多拼协同 做工配置什么的 也都很不错 但是目前缺货现象 实在是太严重了 售价也比较高 而荣耀也支持多拼协同 配置和华为的笔记本 很像 售价会比华为好一些 产品总体来看还可以 尤其是对于 想买华为笔记本 又觉得太贵 或者买不到的人群 荣耀的部分型号 还是挺香的 所以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轻毛本里 值得推荐的有 荣耀MagicBook V14 它的品质感很好 屏幕好 还是高刷屏 还是触摸屏 性能释放也好 接口也算是比较全 相比小新Pro14 没有少了HDMI 而且它毕竟 也算是个华为系的 能够支持多拼协同功能 其实甚至可以说 这台电脑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除了稍微贵一点 但是贵的也并不算离谱 所以预算稍高 不是特别需要省钱的话 这个本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 另外还有荣耀MagicBook V16 Pro 荣耀的本品质感都是很不错的 它长得也很像MacBook 性能释放也没有问题 可以使用多拼协同 而屏幕是1080p 144Hz的 更像是个游戏本的屏幕 当然了 推荐它的主要原因 还是1650版的 只要5999元 跌破了首发的6199 还是挺少见的 当然也就使得 这个价格很有竞争力 不过3050版的 我目前看还是7299元 没有降价 就显得有点高了 降价价还是可以买的 比如也像低配一样 比手发便宜200 比如6799元 那就很理想了 小米以及红米 就是刚才提到的 非常典型的手机厂上的特色 今天更是做到了极致 采用CNC一体成型工艺 品质感特别接近苹果 售价方面红米还是挺香的 非常值得购买 值得推荐的有 RedmiBook Pro 14 15寸 都更加推荐锐龙版的 14寸主要是因为价格低 而15寸不仅是屏幕变大 各方面的配置也都有了升级 屏幕分辨率更高了 并且有高刷新率 散热也好了很多 锐龙版的 可以有50瓦的性能释放 没有小键盘是个遗憾 不过14寸的锐龙版 似乎缺货特别严重 所以英特尔版价格合适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Redmi G的游戏本 也非常好 性价比产品的典范了 只可惜过了首发期之后 真的就变成了 能买到算我输的产品 就产品力而言 除了外形上傻大黑粗之外 真的是个好机器 性能释放好 有独显直连 最重要的是 首发价两个版本 居然只要5699元和6999元 真的是性价比超强 但是呢 遗憾的是 现在又缺货了 很多第三方的店铺 加价都在1000以上 那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最大意义了 而小米的品牌就比较贵了 小米红米 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独到之处 目前并不是很推荐 尤其是别买OLED屏的那个版本 Realme算是新进品牌了 首款笔记本 Realme Book 还是很值得考虑一下的 也依然是手机厂上的特点 质感好 屏幕也好 性价比也高 当然了 之后的表现 还是需要持续观察的 不过注意这个本子 不要买8G内存的 最后再来说一下 笔记本中最特别的苹果 也就是MacBook 前两天 刚刚发布了最新的 Pro版的14寸和16寸 性能大幅度的提升 屏幕也可以算得上 是地表最强了 当然了 售价也很强 但是呢 如果你问我 它值不值得推荐 我会告诉你不推荐 因为呢 如果你问我 那多半说明 你并不需要它 所以 它即便再强 也只是适合部分 刚好有特定需求的人群 比如像我这样 主要用来做视频的 还有比如 特别需要好屏幕的摄影师等等 而对于大部分 习惯使用Windows的用户来说 性能再强也没有用 它不能用来玩游戏 甚至呢 很多软件都存在兼容性的问题 因此 苹果电脑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只适合作为第二台电脑 然而如果你只是想 体验一下 苹果的生态的话 完全犯不上买这么贵的 6000多的MacBook Air 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那么这些 就是我今天推荐的全部型号了 大家可以暂停参考一下 这张是按照品牌进行分类的 而这张 是按照传统的推荐模式进行分类的 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 如果写太多的型号 新手可能反而不知道该选什么了 因此 我就只选了少量的推荐项 绝对不代表 我没说的就不能买 但不管你是照着推荐标的选 还是自己挑别的 都一定要注意具体的配置细节 千万别看个品牌和处理器型号就买了 这里面的坑真的太多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注意哪些配置细节的话 可以参考我的这期视频 可以让你对笔记本的配置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最后再来随便聊一些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吧 比如呢 如果你不是很着急 可以等上三四个月 而且呢 并不准备买AMD的 那么可以稍微等一下 英特尔的第12代处理器 会采用大小盒的设计 算是个比较大的更新了 当然了 实际的表现如何 售价如何 我现在肯定也是不知道的 关于AMD和英特尔选哪个 轻薄本的情况是 AMD的处理器呢 核心数量更多 5600是6盒 5800是8盒 而英特尔的呢 都是4盒 所以AMD在处理高负载任务的时候 当然会更好 不过英特尔的 在核心显卡上有领先 新款英特尔版的CPU 都升级到了11320H 相比之前常见的11300H 最主要是核心显卡 从80EU升级到了96EU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英特尔版的 尽量要选4266的内存 英特尔版的支持雷电4这点 也比AMD要强 而游戏本的情况比较简单 英特尔版的表现呢 还是要好于AMD的 并且还支持雷电4 还支持PCIe 4.0 当然了 支持归支持 但不一定给你 而且英特尔的售价也会更高 大家需要自己权衡一下 还有一点 10月5号 Windows 11正式发布了 所以预计也会有很多笔记本 会开始陆续的预装Windows 11了 应该说呢 这次的升级 在兼容性表现方面还算好 更像是一个换皮 而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 不过呢 如果你必须要用的软件 十分特殊 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 构机选择有所帮助 欢迎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什么的 如果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间 比较迟了 也欢迎来各大平台关注我 获取更新后的内容 ID都是BONJO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